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拉顿凯内西的酒店在夏季已经满客 厨房的工作人员每天为将近500人准备饭菜 酒店经理说他们需要更多的厨师 但是全国都缺少 业内一直在巴拉顿湖地区寻找合格的厨师 我们也是现在可获得20%的加薪 只为了让雇主能够联络员工 这是一台紫外线打印机 位于佐罗爱格赛格的印刷厂 正在使用机器来代替越来越难寻找的熟练工人 首先要考虑的是 我们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团队 让他们留在我们身边而不是离开 当然这就是我们定期提高工资的原因 由于像这样的公司 五月份的工资继续上涨 布韩公务院的平均税前工资为37万5千佛林 负责劳动力市场的副国务秘书 向M1表示 五月份公共雇员的工资也上涨了10%以上 但私营部门的雇员的收入也在增长 金融和信心技术通讯行业的工资最高 然而如果我们从加薪的标准来看 这两个行业的加薪实际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然而农业建筑业销售业工资涨幅超过了10.6%的平均值 熊阿里的工资已经上涨了6年 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趋势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下去 检察官办公室针对杰尔法师陶马斯 涉携费捏亚诺斯谋杀案提出诉讼 每日电视频道的所有者涉嫌安排某人谋杀他的对手 调查人员说存在商业纠纷和权力斗争 从一开始 杰尔法师陶马斯否认他参与了谋杀案 他正在等待审判 2018年4月 杰尔法师陶马斯在法庭 说述了每日电视台启动的细节 他与肥涅亚诺斯的竞争关系 以及他们的个人关系 但他否认曾经安排某人谋杀了他的对手 我与他的死亡无关 我认为自己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 杰尔法师陶马斯以两亿弗林的保释金离开法庭 并软禁在家 检方对他进行了指控 根据起诉书 因商业纠纷以及双方之间的权力斗争 他决定谋杀菲涅亚诺斯 并决定委托他的伙伴执行 根据起诉书 杰尔法师陶马斯为了除掉他的对手 于1997年9月委托著名的夜生活人物 陶纳什迪·彼得·谋杀菲涅亚诺斯 陶纳什迪接受了委托索要1200万弗林 并收到600万弗林的预付款项 因为他没有执行暗杀 杰尔法师陶马斯下令 让黑社会人士波特里克陶马斯谋杀菲涅亚诺斯 根据检方所称 波特里克委托了斯洛伐克杀手 海泽夫·哈洛斯来执行恶行 1998年2月 这位斯洛伐克男性在布达佩斯二区 用机关枪杀射了正在车内等待红龙的菲涅 杰尔法师陶马斯被指控煽动谋杀 但他否认与谋杀案有任何关系 根据调查文件 他的律师认为指控不足以判他有罪 这位前媒体企业的家正在等待听证会 检察官再次提出逮捕造成重大乘船事故 酒店船乌克兰籍船长 警方因其在事故中尚未做出及时的救援 再次提出诉讼 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在六月份要求继续拘留船长 但法院一审和二审都判决他可以保释 明天有关新的拘留令 法院将再次做出决定 那些想要美酒和愉快音乐的人都在德布勒森 德布勒森葡萄酒和爵士乐日 将于周四在该市的青蛙湖畔举行 直到周日能品尝到80家匈牙利葡萄酒厂的葡萄酒 匈牙利爵士乐将登台演出 主角将是萨克斯馆 巴拉顿·阿尔玛蒂举办画家巴克伊·彼得的作品 在梁仓举办的展览 还展示了艺术家从1978年职业生涯开始到近代的作品 画家以其丰富多彩的图片而闻名 但观众现在可以看到他的黑牌图画 其中主要以几何形的画作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